我们云端上面的那个基础班里面的画面里面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这个就先 不过假如说你每天都要做类似的东西的话 类似的东西 有没有办法让它加快速度 OK 也就是每天都要做一次 那不是很浪费时间 所以假如说我今天希望 可以把刚刚的动作变成一个按键 按下去自动完成 那这样怎么一键就自动全部完成 那我们来 第一个先把这个档案也许先存一下 另存新档一下 先把它储存起来 那原始档也许把那个刮户改成 叫VLOOKUP OK 先把它关 先把它储存并且关闭 关闭起来之后的话 我们换另外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用程式的方式来解决 那可是我刚刚讲了 程式怎么去做 就一样开原始档 好假设又存档之后又恢复 恢复成那个原来 就是原始状态之后的话 那我们可以利用之前讲过就是什么 可以利用那个 录制聚集的方式 我们可以产生什么 产生一个连续的动作 但是特别重要 录下来之后还要再修改程式 所以这里面的话 恐怕就会稍微复杂一点点 把这个原始档打开来 然后启用编辑一下 那一样要恢复啦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样让他一键完成 所以你刚刚做完的东西 接下来就是先把那个 就是录制聚集功能打开 应该还有印象啦 然后其他命令嘛 那制定功能区把开发人员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可能就是开发人员里面 就会有个录制聚集 那这个录制聚集之前 请各位就是先彩排一下 把刚刚的动作 连续先彩排过 要顺一下 OK 就跟演戏一样 一进到底 NG的话重来了 所以就是说 把刚刚的动作全部做过一遍录制 包含就是说 你第一个先插入这一栏 然后这边名称 这名称可能用打的比较好 因为你复制会多 好像他会多录好几个动作 刚刚用自己打上去 产品名称 然后这边的话呢 再插入 按右键插入 然后再来就是把它查完 然后这边把它就是把它改成那个 恢复成没有跨栏制装 没有跨栏制装 在常用里面这个跨栏制装 然后就是这个地方再查一下 把它整个动作录下来之后 把它变成一个按钮 按下去让它全部一次完成 一进到底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不过呢 你要录完之后 你会发现 你去执行它 可能会失败 那为什么会失败 因为录制的时候 可能录完的那个程式 你要执行 还没有办法 那么方便执行 你可能要再做一些修改动作 OK 所以一定要先原始档 你复制一个 控制键按住 拖拉 再来录制会比较OK 不然的话你等于录制完之后 就已经变成这样子 你就回不去了 对不对 你又要再做一次 你又要关起来 要重存 干脆你就直接拿一个 有没有 做之前复制一个 你用这个来录制好了 这样的话 比较不用说 你到时候又要再 再重新 再去把那个原始档再开起来 OK 那做完之后的话 我刚好录制一下 这边的话其实就是执行 这边有录制一个叫通讯产品的聚集 那这样你也可以做一个按钮 只是我这边还没有做按钮 那按一下执行的话 理论上应该要能够看到最后的结果 按一下执行 马上就OK了 有没有 就这样子 不过这个宽度好像可以再调一下 马上就完成了 OK 就长得像这样了 不过请特别注意 这里面可能还蛮多的细节 那我是又把它放在那个云端上面的 那个我们这个云端白板 不过我把它分成两个阶段 一个是基础一个进阶 那城市部分我是把它放进阶 一样会有个通讯产品的统计 所以可能放这边 两边一个是不牵涉到城市 一个是牵涉到城市的 那里面的话呢 我大概会稍微叙述一下 其实如果你启动开发人员 你可能要怎么 可能要成为开发人员的 所以你要调整你的心态 OK 就准备出发的意思 OK 然后呢 录制聚集 变成一个按钮 那这边的话呢 当然后面还有那个 做一些报 做一些那个统计 录制聚集 我有一些说明 叙述一下 就是说 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最好是先复制工作表 再练习 OK 而且是彩排很熟练的 你不要 因为我卡一个步骤 你录错了 你重来 等于又录进去了 那 你变成你要重来了 那录制聚集 因为不容许一点点小错误 所以错误请重新录制 那基本上会有这八个步骤 我大概整理出来 那我刚刚录完的东西 也有放在这边 那里面程式 其实我有做修改 还有就是说 我有加上注解 每一个步骤 每一个步骤 都通通把它加上 加上上面的这个注解 那所谓的注解 就是前面加个单引号 后面打了东西 他就不会执行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 因为如果你录完聚集之后 你根本搞不清楚 哪一行哪一行是什么作用 所以呢 你加上注解之后 就比较好辨识说 你每个步骤 做完之后 它产生的对应的程式是什么 这边的话就是 但其中的话 最麻烦就是 那个跨栏制中取消的部分 虽然录制下来 大概有100行吧 可是其实只要一行就搞定了 所以这个地方 可能要注意 录完之后 这很多东西都可以把它删掉了 只是说呢 因为你们可能对这部分 不太熟悉 所以我会把那个 我做的过程跟各位说明一下 所以有时候VBA呢 有些当然可以用录制聚集 但是你还要具备有什么修改的能力 还有就是加上注解的能力 比如说 然后填满 填满的话就像下拉 拉的话 其实这边有很多的动作 然后再插入依栏 然后再输入名称 输入名称 我是用手key的 然后最后再 所以总共会有八个动作 八个动作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我这边切到这个 我跟各位讲过 先复原一下 反正就是先回到那个完全没有 没有任何的那个 这个先不要 反正这个地方先没有 然后 这边开发先改个1 改个4 因为如果没有的话 好像就是那个区域这边编号 好像只有2跟3而已 好 那我们OK 就是恢复成原始状态 然后你就先彩排过了 也确定你OK run OK 然后请你先复制一个 复制一个 OK 接下来就开始 所以接下来的话 就是开发人员里面录制聚集 那这个聚集的话呢 我们也取名称叫什么 叫通讯产品聚集也可以 或者这名称自己可以取 这样OK 那接下来的话 就按确定之后 就是照着做了 就按确定 好 那这个动作可能就 每个步骤都很很重要 一 先游标 先点这边一下 然后按右键 插入一栏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把那个名称输入一下 再来的话 游标放这边 然后插入那个 VILA函数 最近使用过的也可以 然后这边 1 再来把这个范围 2给他 错了 这个应该不影响 点这边一下 再来 这边输入2 这边输入0 这边记得把它锁起来 每个步骤都不要忘记 忘了你就又要重来了 NG就重来了 按确定 然后向下填满 点两下就可以了 这边空点点两下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解决这边的问题 解决这边问题就是 把这边整个圈起来 然后呢常用里面跨栏之中 跨栏之后按下就是取消他就对了 取消之后的话呢 就是先点这边按Ctrl键向下拉 这边按Ctrl键向下拉 那这个至终的动作可以不用做没有关系 就是这个要不要录 其实导文无所谓 录一下 选这边这一栏 然后至终一下 按两下 OK 然后再来这边一栏插入一个 区域 所以这边区域一下 那一样的话 就是点这边一下 插入那个VIRUS函数 点这边 再选这个范围 再输入2 输入0 然后这边一样按F4 两下 OK按确定 然后向下填满 最后那个框线可以先不要做 不然动作太多了 反正能少做几个步骤 我们先少做 不然的话 我怕你们附和不了 那做完之后的话 请记得切回到开发人员 停止录制 停止录制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 我们就切到 锯齐里面 然后有个通讯产品的锯齐 你可以按编辑 不过在没有编辑之前 你可以怎么样 先执行看看会不会OK 先删掉好了 然后再重新复制一个 因为你要执行它 一定要空的 所以这边按下去 它执行 不过我印象中应该会失败 为什么失败呢 你们看一下 这边会出现 因为那个什么 合并储存格 所以我刚刚讲 这个可能要第一个要改 这样就完蛋了 变这样子 所以怎么办呢 你要先改 这个可以先删掉 所以每一次就是干脆复制一个来 Ctrl鍵 你再去执行会比较安全 不然的话你这边用完了 这边就没有了 没有你就要重新开档 那接下来就是先看一下程式 接下来点它按编辑 编辑的话就是它把这个锯齐里面的程式秀出来 秀在那个Visual Basic里面 它就帮你把它打开来 把它放大一下 然后这边再缩小到这边看 这样看 然后工具里面有个选项 选项的撰写风格 把它自放大一点点好了 那首先第一个啦 你会发现 这边它的聚集出现了 那我通常是这样 我会先给一个注解 第一个我先做插入 那个什么呢 在C栏的地方选取 然后插入一栏 所以再来的话 第二个的话就是在怎么样 第二个所以我可以先把那个步骤先 先输入 然后再来就是输入公式 记得这边然后 C2slate 就是有标放在哪里放在C2里面 那接下来可能最大楼最容易出问题的是 这边 就是 这个slate 这个部分 在第一栏 因为它已经插入一栏 本来是C变D 那最关键的地方就在这里 C D2到D20 点slate 后面这一串 请各位注意一下 其实呢你会看到一堆的with 到endwith 后面with到endwith 这些啦 我建议你干脆把它删掉算了 删掉之后的话 这一串 删到哪里呢 删到这边 Morgan 这个Morgan 就是取消合并 所以你把它删掉之后的话 接下来 就留这两行 有没有 D 这个 这个D2到D20 点slate selection 不过其实甚至以后你可以看到如果有个slate是动作游标放那个方向 意思就是把这个范围选取 然后呢 在做什么呢 做跨栏之中 这样子是 选取区里面 取消选取 不过我建议你干脆 如果有看到slate跟selection 你干脆这样 把这个slate跟selection删掉 这样意思是说这个范围 make it 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的话意思是说 如果 这个地方 我把它改一下 基本上大概其实这个地方 最麻烦应该就这个地方 那这个第五 第五的话就是再让它向下填满 所以主要是这个地方改一下 也就是说呢 它本来是那个第2 冒号第2是点slate 然后有什么wisswiss一堆的 那些其实你都可以把它砍掉 然后会看到一个selection selection.amorgan 就是取消那个 那个那个合并的 un就是取消了 amorgan就是合并的意思 amorgan就是那个你没有 合并 所以呢我们这个地方把这一行改掉之后 印象中好像其实就可以跑了 其他的话再把它改一改 应该OK 我们试一下 如果你要确定 OK我建议 你如果直接执行怕会错 你干脆按 F8 F8是主航的意思就是 征错里面有一个主航 意思就是说他一个一个慢慢跑给你看 F8 所以c2选起来对不对然后插入一个 就是把你刚刚的动作就重做了 然后把这个再加进去 然后把c2的地方 再输入公式 然后让它向下填满 然后再 这一行其实可以砍掉 因为slate 这好像多余的 那最重要是这一行 有没有 range D2 到 D20 amorgan 看一下有没有成功 amorgan 有没有成功 关键地方来了 有没有这样OK了 所以特别注意 录制聚集之后 关键的地方就这个地方过的话 应该就海阔填空了 但如果这个地方没过 你可能就是会一直出现错误 OK 所以特别注意要点跟各位讲一下 那上来的话就是再让它向下填满 所以 它把优标放D2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没错 然后这个 在 这一行好像又多余了 所以有些东西这个好像选取这个多余的 其实你可以把它砍掉 因为这个干嘛再选起来 所以如果有多余的部分 像我的习惯就把它砍掉 不要它 然后再 把它选到D7 向下填满 像这个slate也可以把它砍掉 因为我发现这个都多余的 像什么什么那个范围 所以向下填满 选取这个多余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砍掉 好啊 再来的话呢 就是什么 选取D栏做什么 再插入一个 那个右边插入一列 不过这边有一个什么Wiz Selection 我看 置中 这边好像我多一个置中的动作 所以这个置中要不要呢 其实 就我觉得你也可以斟酌 但是这个也可以不要Wiz到Wiz 这个如果不要 把它删掉 好 那我取下算 再把它先留着 把它置中一下 因为这边有一个 这个是在把它置中 再来就是什么 依然的地方插入一个空白的 那一样把它输入那个区域 有没有 然后就输入公式 向下填满 完成 这样OK了 所以理论上 我刚刚其实只有改什么了 这个最重要 OK 这个如果你不太确定 会不会写的话 请各位参考一下那个 我放在云端白板的进阶班 因为这个程式部分 我把它分到进阶 那进阶班里面的话 就会有刚刚写的 最重要是这个地方 Morokin这里 OK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先确定一下那个八个步骤 你熟不熟练 如果你那个八个步骤不熟 请你先练手再录制吧 不然的话呢 你很容易就出现一些 奇奇怪怪的状况 或者录下来的东西 奇怪怎么都跟老师的不一样